你知道价格堪比黄金的女子酱 为何这么贵吗 这里是越南养殖基地 老板在这里养殖了1万条鲜鱼 他们要到8岁后才可以孕育鱼子 工人会给鲜鱼进行超声波检查 看看鱼卵的位置和情况 然后取出部分鱼卵 看看色泽大小 要是不合格再放回去重新养殖 同时合格的鲜鱼会送到加工厂基地 这种鲜鱼会先被打晕 要是先杀死的话 很容易把鱼卵弄坏 鲜鱼被切开了肚子 会被重新缝起来 然后放回去继续养殖 这样就能源源不断提供鱼卵 这是一种传统加工技术 加工时间一般在15分钟左右 需要完成多道工序 要是处理太久 得到的鱼卵便不再新鲜 不适合做鱼子浆 先用小刀把肚子切开 然后可以看到一块完整的灰黑色鱼卵 再放入筛具上 筛选揉搓分离 同时用水清洗 加入一定量的食盐 将食盐搅拌均匀 让鱼卵脱水 放置三天就能得到鱼子浆 就鱼子浆自身来讲 又有三六九等之分 可以从外观上进行辨别 越是高级的鱼子浆 颗粒越是圆润饱满 色泽清亮透明 甚至微微泛着金黄的光泽 这种鱼子浆 可以卖到几千块一斤 要是最稀有的白话鲜鱼 生产出来的黄金鱼子浆 可以卖到几万元一斤 这种顶级鱼子浆 会搭配甜菜和特质香料 同时放上一块新鲜奶油 再用两根石螺草点缀 盖上甜菜帽子 一份顶级的鱼子浆美食 就这么制作完成 这家韩国海鲜工厂 每天要切20吨的金枪鱼 这些鱼来自于 零下55度的冷冻仓库 身上还冒着冷气 整条看上去非常坚硬 先把整框金枪鱼卸下来 再运出去 然后用电锯割下尾巴 扔进水里泡一泡 清理干净 剩下的身体 则会放入铁框 运送到下一加工环节 工人们拿着一条条金枪鱼 竖着将其身平放 将鱼一分为二 从中间割开 横着一刀竖着一刀 然后把鱼骨剃掉 丢到下面 剩下的鱼肉 则顺着往前推 工人们行云流水的操作 让观众直呼内行 别看切割工作很简单 要是一不小心 就会割到手指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人 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了 有时候金枪鱼的骨头太大 还得多切几遍才行 接下来工人则会拿着它们 用打磨机把鱼皮磨干净 这些工人会根据打磨程度 来看看能否直接切割 如果不行 还得反复打磨 接下来处理残鱼骨 把剩下的大块纯肉丢到后面 准备切成小块 然后把不规则的边角料放到一边 当然切成小块 不能像之前那么随意切割 在切割机旁边 会有一个加工机器 把整块热放下去那么一切 都会变成一样的长度 接下来就能开始打包 先把它们塞进 保温的泡沫箱 承重完再包装发送出去 拿到手里可以直接用开水化开 然后变成半透明肉块 这种肉非常细嫩 切成片 蘸点酱料 就能直接开吃 也可以做成三明治 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由于金丝燕筑巢 总是住在万无一失的高险处 盘盐币采集燕窝原料 少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因为资源稀缺 燕窝的价格也十分昂贵 一公斤高达6000美元 当燕窝原料送到工厂后 先看看原料的质量 再进行筛选 分别挑出燕盏 形状和含毛料分出不同级别 接下来进行挑毛清洗晾干 工人会用清水反复冲洗燕窝 让其充分软化 然后用镊子 挑出燕窝上面的残留羽毛和黑点 确保足够干净后 送入进行下一工序 除去大部分粗毛和杂质的燕窝 可以准备塑形 把它们放入特定的模具中 用不锈钢架子一一固定 让燕窝充分保持完整的原始外形 值得一提的是 燕窝是不可以日晒的 因为日晒会变质发黄 需要放在阴凉之处 最好用设备吹至半干 然后在自然温度下自然风干 接下来 塑形后的燕窝可以开始消毒 为了杀面禽流感病毒 以及其他细菌 燕窝会放入 中心温度高于70度 加热时间不少于3.5秒的热处理装置 等到消毒完成后 就到了出厂前的最后一步 工人们会对即将出厂的燕窝 进行内部检测 看看重金属含量和霉菌化学物质等 当然 燕窝还是由当地检验部门严格监管 只有经过严格检测 符合安全质量要求 才能出厂 当然 制作燕窝汤非常简单 先准备一个小碗 倒入少量清水 然后放入一盏燕窝 送到微博炉里 高温加热4分钟 一份美味的燕窝汤 就制作完成了 建议搭配红枣枸杞食用 味道更佳